大家好,我是九哥,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别墅这个跳点 只要一提起别墅,大家很多人的一个第一感觉就是 十次跳伞,九次神河,这个地方的话人是非常多的,很危险 即使是你落地之后运气好,捡到枪 但是你从别墅走出去也是非常困难 这把的话我也是捡到的把12K 先把对方一个人击倒,血腺也是告急 先回到这边的一个一楼,看能不能再收集一点物资 我在这个别墅的话也是经常去在二楼卡点 二楼的里面有一个小房间,经常卡完那里的话 可能对方一队人你都不会怂的 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我可以从这个外面 先翻到这个小台阶,然后再跳到这个门上 就可以对这个小房间进行一个输出 可以根据一个情况选择是直接翻进去 或者是就像我这样一直的一个跳射 跳射的话注意不要贴着窗户太近 因为你贴着太近的话可能就直接翻进去了 我们把一个人给击倒,一个人击残 外面是有人在打我,那我只能是选择直接是冲上去 对方肯定是在加血或者是服队友 所以说我也是冲的比较的直接一点 果然是在服队友,那就把他们给成功的带走 打第一个人的时候他可能都没有太反应过来 是哪里打他们的 所以说这个点的话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太注意 昨天晚上我也是有人在前面楼梯勾引我 然后我就想去打他 跟他对枪对的正开心的时候 发现自己身后突然翻进来一个人 整个人都傻了 大家就千万不要犯这种失误 一定要在卡这个房间的时候多注意这个窗户 我可以每天更些精彩好好的视频 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拜拜